那么故事说到这就只剩一个谜团没揭晓了 是究竟谁盗走了罗家霸仪式的文物 盗墓贼又盗走了什么呢 先透露一下 被盗走的文物最终找到了 一共是七件 那么警方是如何找到盗墓贼和文物的呢 说来有点小曲折 一开始警方以为是专业的考古人员干的 为什么呢 前面我们说了 从犯罪嫌疑人的作案手法来看 警方认为盗墓贼不仅盗墓经验丰富 而且手法老道 还有就是盗墓的人对于现场的情况 以及文物发掘的流程也非常熟悉 由此警方就把嫌疑人锁定在了盗过考古现场 以及在此做过考古的人 而就在三月中旬正好有一支文物勘探队 来过罗家霸一支 河南罗阳第一家文物勘探的那个队 在三月中旬吧 来了十六个人 一直在这里赶到四月中旬 一过一时间就离开了 那么盗墓者是否就隐藏在考古人员当中呢 没过几天在外围走访的民警就了解到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由于被盗现场所在的区域是三面环水 所以如果有人想从外界进来就必须乘坐渡船 而据当时一位值班的船工回忆 就在案发前十天左右 曾经有两个外地的游客去过现场 他们不仅向船工打听罗家霸的发掘情况 而且还隐约透露过他们在河南也曾经搞过文物勘探 因此接到线索的当天晚上警方就带着那位船工赶到了河南洛阳 并且顺利找到了那家探测公司 以及那十六名参与勘探的员工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提供线索的船工 并没有在那十六个人里边认出那两个曾经搭过船的游客 这不免让人感觉到有些失望 线索已经断了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面对僵局警方不得不重新调整思路 不过在对已有的线索反复梳理之后 他们依然认为不能够停止对这十六名员工的调查 只是接下来的侦查重点是要扩大调查范围 对方要到一个地方去作难 他摆脱不了他的空间和时间 也是案发事件 这十六个人 他的心中 或者跟十六个人相关联的这些人 跟我们这个案发现场有些关系 如果把这个关系找出来了 我对方也就是 于是侦查员们再次对那十六名员工和他们的主要社会关系 以及近期来往过密的朋友进行了西一轮的排查 两周之后在河南警方的帮助之下 侦破工作终于是有了眉目 一个绰号杨老吴的人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据调查 这个杨老吴与一个姓马的人来往密线 马某不仅有倒卖文物的犯罪前科 而且还有一个北京的王姓文物商交往神秘 我们通过北京的文物商跟他直接告诉他 公安机关到北京找过他 但是他没有对公安机关讲情况 因为当时他也是进攻之了 也想找一个安城之地 作为北京这个文物商他们交往了多年 觉得很新的国 就跟他不来这一句 接着他的当然就是我们公安机关的情绪 面对警方的审讯 两名犯罪嫌疑人交代了他们盗掘古墓的全过程 同时也交代了被盗文物的藏医地点 被盗的七件文物历经这样的曲折之后 终于是重新回到了考古队的手中